我們這邊走了,這是遊艇展入口 OK 裡面很大喔 長生也是台灣算數一數二等 那就是我們代理OEM的床 他們是Rivera,他們品牌叫Bili 這個是算頂級的 那過去才是我們自有的 自己經營的所謂傳潛傳速 當初怎麼會有機會接觸到像這樣的產業 因為是家族企業 所以我從碩士畢業完後 父親就希望我來能去管理這間公司 所以我從在大學畢業 其實就一直在遊艇場裡面工作 然後讀完碩士就回到公司來服務 就從基層就開始完了 對,其實剛開始進入嘉興的時候是做電工 再做品管,再做諮詢管理 再慢慢提升到我們做總經理 所以我們做總經理的船 我們做總經理的船 讓我們民眾能接觸 不要一下子就去買大船 這種方向是正確的 很多我們國內的民眾 在這個船的詢問度都非常非常的高 另外我們的大船到昨天為止 其實我們已經賣出去九條到十條船 這些船的買主 包括我們國內的也有國外的 那像在這些買主的反應之下 可以證實我們這個遊艇站 本身給我們國人人們 也很大的一個刺激跟啟示 未來應該會有更多人 遊艇其實是可以用族人的方式 來帶大家去台灣特遊的景點 用遊艇非常的自由 非常便利的一個方式 到一些私密的景點去享受這個富人 其實不用花很多錢 就是享受富人的一個生活 是我們一直想要去穿搭的一個理念 甚至說其實買船 其實也不需要說一個人購買 我們可以有非常多人一起去購買的地方 我們現在比較推廣的就是 一個像遊艇生活的東西 那因為像遊艇它是這幾年才剛開始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是這已經慢慢的在普及化 那因為像遊艇才剛開始而已 所以像有許多東西是大家不知道去怎麼玩的 那想要比如說像遊艇 像一般人現在知道 有東西有遊艇可以租了 但是卻不知道它怎麼去玩 那像我們的話 我們就會幫他們來做一些航行規劃 因為並不是說你既然有遊艇知道 你就可以來租我們的船 因為像每一個人的操作性感 和每一隻船的操作性感 才是不一樣的 所以像以現階段來做遊艇旅遊的話 我們都會配一個船長和水手給你們 那因為船長和水手 以我們公司為例的話 我們各部分的海域還有估計點 對我們來說都是比較熟悉的 因為在海上並不是說你想要加油就加油 那其實遊艇它比較屬於一個個人私密的空間 有些人的他已經彈到 ⋯ 好了好了 好 好 還進來 往前靠就好